要来发表新机 三星呢则是在今天已经开了记者会 那么特别呢 这两家公司都是针对大尺寸荧幕的手机 那么特别三星应该算是它开创蓝海的 因为呢当初它的Galaxy 包括Note 包括Note 2 卖得都非常好 现在希望可以复制成功的经验 今天又再度发表了两款的大尺寸 5.8寸跟6.3寸 到底这个大尺寸的手机还有哪一些特色呢 带你们快来看一看 无论是狂野正妹还是知性美女 手上秀出的巨花荧幕手机 看来很吸睛 这只荧幕超过记者脸一半的手机 就是Sansom目前最新的Mega系列手机 不只荧幕大小6.3寸 而且还保有智慧遥控的功能 而更炫的是呢 它还是保有之前的S4有声相片的功能 只要轻轻一点 不只可以拍照 甚至还可以把现场的声音一起尽收眼底 同时打出超薄6.3寸 以及5.8寸超级大萤幕 搭配800万相机画素 以及双核心处理器 一个拥有智慧遥控 一个主打双卡双待机 旗舰机有的功能 这里也不少 当你在播放影片的时候 你可以把播放影片的画面缩小 然后缩小之后 你就可以跳出来去做任何的事情 轻轻一点开启子母画面 边看影片边上网 加上悬浮触控 不必碰萤幕也能操控画面 现在厂商比较有诚意的是 会慢慢把一些高阶的 智慧型手机的功能 然后下放到这些中阶的产品上 就其实我就觉得 就整体来说其实还相当不错 看其他手机大厂 大萤幕旗舰手机来个超级比一比 三星的六寸萤幕略胜一筹 不过双核心处理器 还是不如HTC蝴蝶机 以及Sony的Xperia Z 相机镜头方面 Sony以1300万画素夺冠 据空机架 三星寄出不到17000的清明价格 大局抢势 我们看到这个台湾五寸影像的市场 不断的在成长 那我们可以说是在未来 应该可以占到整个整理市场 超过三成以上 各家厂商抢推大萤幕手机 就是因为专家统计 今年第一季五寸以上大萤幕手机 市占率已经飙到24% 让智慧手机的大萤幕市场战争 进入白热化阶段 三点新闻有比较好的解释 看不看